今天的天气好像有点不一样 雷请教掀头 好 谢谢佳琪 进入到夏天之后 看的就是系统太平洋高压 那么太平洋高压在这几天 相对是比较强一点的 所以整个降雨的范围有限缩在山区 而以目前来看 其实雨比较多的地方 像是在新竹的山区 还有在台南的山区 但是雨相对多 但是跟昨天比起来也少很多了 大概只有5毫米左右 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的 雨变少了 温度一天会比一天还要来得再更高 要特别提醒 无论是物理防晒 还是化学性防晒都要做 而且尽可能的避免在早上10点 还有下午2点的时候外出 因为紫外线非常的强 可以看到在中午的时候 几乎3分之2以上的台湾 紫外线的强度 都已经来到了红色到紫色的灯号 意味着你可能没有做任何的防晒 10到15分钟你就会晒伤 而这个温度很高 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在未来几天都是 尤其在今天 南高平地区的高温都在38度以上 在高雄的造桥 还有在屏东的长治也来到了38.7度 而在大台北地区 这几天的温度都在35度以上 尤其要特别提醒的 就是在礼拜五的时候 在大台北甚至有可能会出现 37到38度的高温 最后我们来看到的是降雨 在今天呢 雨相对比较偏重在山区 而到礼拜四 礼拜六高压会更强 降雨会往南部地区来缩 但是呢 雨也不是很多 而一直到下礼拜日 下礼拜二的时候 水气才会逐渐的增多 所以未来几天的温度很高 要做好防晒 加起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